最近罗杉矶的房地产市场特别特别的火爆 这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最近三年内陆地区独栋50万和60万的门槛都已经被踩在了脚下 很多买家开始持续的往东推进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个50多万还能买到的全新独栋的楼盘 大家好,我是罗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盘的 位于东谷以东的葫芦谷 它在15号高速的以东属于河滨县 所在的位置离东谷即将开业的99大华超市 Costco超市大概14分钟的车程 整个社区共有11个户型 全部都是前面有车道后面有院子的single family 这是一个占地18000英亩的大社区 整个社区是没有物业费的 同样类型的房子在东谷大概65万起 在这里50万出头 那么十几万的预算 这里距离东谷十几分钟的车程 那么十几万和十几分钟 哪个划算 这个由您自己来判断 咱们接下来再说一说缺点 首先这个楼盘跟内陆的大部分新盘一样 也是1.9的地税 这个税率跟老房子比起来是高 但是跟新房子比 大家其实都是这样 第二个就是 它毕竟不像东谷那边那么成熟 这个地方要发展起来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对了 刚才讲过这个社区是没有物业费的 那相比于内陆那些有物业费的社区 那么它的持有成本是低了不少 咱们现在呢就是在房子里面 咱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占地都还蛮不错的 而且呢房子都是目前最流行的设计 和用的最新的材料 咱们再说一说这个楼盘火爆的情况 现在呢是没有房子的 它要等下一期放出来 而且呢现在是半期半期的放 已经有超过200人在排队 但并不是每个户型都平均的排 那么您还是有机会拿到一些房子的 开发商它为什么半期半期的放呢 它其实就是为了长辈 所以呢你看这个楼盘 开发商对于这个涨的预期 其实呢它是要大于之前的项目的 我这个视频呢是拍了好几个样板间 像这个楼盘里面呢 两层的读洞和平层的读洞都是有的 如果有人喜欢大平层的话 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这个地方呢不属于偏僻的地方 刚才我开的路上呢 下了高速很快就进来了 整个路呢都很新路况都很好 交通四通八达的 去哪里呢也都方便 更多的问题呢欢迎单独找我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关注 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 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次咱们接着聊